原来不知不觉已经四年光景 可是刚踏上旅途时 自己懵懂的面孔 依旧涌现在脑海里 当初到蒙德时 我们也曾在风起地上捕捉自由之风 与风神眷属高空飞翔 品尝酒馆中裹酒的纯香 风带来希望的种子 将人们的愿望吹向远方 与黎月人度过的每一个海灯节 都幸福快乐 万商云来 千传即至 百货迭出 珠海利滥 从人人潮熄壤的黎月港中 感受天下太平 烟火人间 还记得登上船前往稻妻时的激动 那这一方的烟花 也曾照亮整个夜空 绚烂而盛大 在稻妻的牵鹰树下 品尝浮生百味 人世忧伤 须弥每一个蓝纳罗都善良淳苦 走路时可爱的声音 似乎现在还回荡在耳边 与他们争烈的冒险 是醉之欲的时光 从南城内的咖啡香气 水底欢悦的鱼群 和独自鼓起的神明 醉人五路玄 宣布无人醉 永远都会记得在梦中与亲人相见时的画面 美好和梦幻 而现在我们见证了无畏的英雄 真挚的友情 和那塔人们勇敢反抗的精神 每一刻都生动感人 我们这一路走来见到了太多故事 所以不要着急赶路 热爱着去改寿路吧 我们终将重逢